欢迎收看湾区资讯站 我是刘洋 本周湾区重要资讯 马上带给您 飞越太平洋的天使 中国儿童眼中的美国画展 16号在Fremont图书馆节目 展出了来自中国北京 以及天津的11名学员的作品 并且与当地的小朋友 进行了绘画交流 由北中文化传播协会 与北京蒙特尔教育咨询公司 合伴的飞越太平洋的天使 16日在福利盟图书馆接目 福利盟图书馆颁发奖状给11位学童 感谢他们将绘画作品捐出部展 本次画画交流 主要以长桌共同绘画的方式进行 过程中可看出儿童对彼此 有很大的好奇心 会主动询问名字 绘画内容等 美中文化传播协会会长宋敏表示 艺术是全球通用语言 希望此次活动能一觉一乐 为中美学童搭建 艺术与文化交流的桥梁 北加州深圳联谊会 名誉会长黎颖表示 从画中可看出 儿童眼中的世界非常美好 也希望他们回中国后 将经验分享给更多人 交流画展可增加 小朋友对绘画信心 激发兴趣 更深刻了解美国文化 影响深远 以上就是本周的玩具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一周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